假如說請各位把Web複製一個 按砍周鍵複製一下 然後把這個改成VBA吧 那我們希望呢 總共大家要做三個按鈕 不過今天時間關於先做這個跟這個就好了 那 這個是切割所有超連結 如果一個儲存歌裡面 不只一個超連結的話 那我該怎麼做 但是呢 跟各位講 這個方法非常的好用 只是呢也非常的困難 為什麼因為他邏輯很簡單如果你找到一個之後請你繼續讓他往下找 繼續讓他讓他往下找找到什麼呢 直到沒有為止 有沒有 雖然當然我們人跟人溝通是ok的可是你要用什麼方式跟Excel溝通說 我剛剛講的你要聽得懂才可以所以你要必須用他聽得懂的那個預言跟他溝通 那如果他聽懂就幫你做完了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首先我DEMO一下一按下他 自動就完成了 那這個邏輯做的就是 也是剛剛講的啦 中瓜糊加一個小魚 後面是大魚加一個 後瓜糊 這樣的話就把資料 全部切出來了 那清楚 最難的是這個 我DEMO一下 那有什麼差別 把它往下找 不過他你會發現 他其實也是瞬間 有沒有 這邊有一個兩個 有沒有多個的話 他就幫我列表 有沒有 好幾個 這邊 一個兩個 三個 直到找到沒有為止 反正裡面只要有這些東西的話 就全部幫我把它列在 儲存格裡面 OK 那要怎麼做呢 首先第一個 我們先來看簡單的 這兩個應該 比較簡單 那清楚的話 基本上 清楚的方法很簡單 好幾種寫法 不過我是寫成這樣子 就是 從B2的儲存格到B 後面的話 當然 Ctrl向下 我看一下 Ctrl向下的話是 605 列 所以呢當然 一般我們以前寫的方法是 直接把那個什麼 把那個公式 把這個什麼 605寫在這裡 605 後面加一個什麼 清除的話就是什麼 點 ClearContents ClearCL ClearContents 有沒有 這就清楚了 可是問題啊 如果未來這個資料會變動的話 那你勢必就需要什麼 讓他改成向下追蹤 那怎麼樣向下追蹤喔 特別是說 B2到 B605的話 那如果 追蹤 特別是說 我必須怎麼樣 把605這個數字有沒有 變成 你要去追蹤到的結果 放到這邊來 如果 兩種寫法 一種是你另外再增加一個 就像我們之前有個R好了 R等於什麼呢 向下追蹤到的結果 然後把這個R再放到605的位置 向下追蹤怎麼追蹤 前面好像跟各位講過啦 就是你假設 你要從哪邊追蹤呢 從 從這邊 其實從這邊追蹤也可以 從這邊追蹤也可以 如果從這邊 Ctrl向下 有沒有 停到605 把605的這個 列數告訴我 那寫的方法 記得 優標放在這裡 所以這個儲存格的話呢 叫做 Range的A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打個Range 刮弧 然後呢跟他講說停在哪裡 B2的位置 向下追蹤的話就點 End 就有點像Ctrl鍵 刮弧 向哪個方向向下追蹤 到追蹤到之後的結果 裡面請你把那個什麼呢 哪一列告訴我 所以你打個列Raw就可以了 OK 這樣的話 他就會把 從B2向下追蹤到的列 回傳給你 所以這個時候呢 他會得到Raw 這個點Raw裡面的 結果605 然後呢 605會放在哪裡 放在R裡面 那不過呢這個不是固定的喔 以後如果說你資料又增加的話 他就會向下 606 607 這個都會自動去追蹤 那最後呢 當然你這個R 勢必你就要把它放在哪裡 放在這個605的位置 所以這個變數怎麼放到裡面來 這個也很重要 因為前面我發現同學最有障礙的就是 如何把一個變數 放在一個字串裡面 OK 那因為605剛好是這個字串的尾巴 所以其實你只要把這個什麼呢 605刪掉 然後呢把那個R串在後面 空一格 加一個AND 再空一格再加個R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呢 把605 幫我跟前面這個字串串在一起 所以他會怎麼串呢 把這個R本來是605 那遇到一個AND的符號呢 他會變成前後幫你加雙一號 然後再把這個605串到 這個的後面去 那就剛好就是我們要的結果就是 B2冒號B605 OK應該可以懂的意思吧 所以這樣的話 就可以很快的把資料全部清空了 另外有一種方法 我剛剛寫的 就是如果不要個變數的話 你可以把這一串 直接放在這裡就好了 所以 因為我自己的習慣是 如果可以寫一行 就不要寫兩行 OK 所以把這個剪下來 然後把這個R可以拿掉了 R等於就不用了 直接把剛剛那個 放到這個後面來就可以了 OK應該可以看懂這意思 所以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把範圍做清空了 所以按下他 資料呢就被 整個清空掉了 全部見了OK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要來看什麼 如何做什麼 輸出 那這個部分的程式 跟之前151幾乎一模一樣 所以呢 甚至你可以拿151的程式來改 就OK了 那 比如說151 還記得吧151那個程式 我記得好像在這邊嗎 我剛剛是拿這個來改 你就把那個瓜糊自串的程式 從這邊到這邊 複製一下 貼到哪裡 貼到這個裡面來 那 只是說呢 從第2列到哪一列 最下面一列吧 其實這個是追蹤嘛 所以你其實可以拿這個追蹤來改 這個 向下追蹤 那你可以從 A 從A2開始向下追蹤 追蹤到最後一列是哪一列啊 回來告訴我 605 那做什麼呢 一樣有A A是找什麼 找那個 其實這等同於fine 找那個這個的地方的話 剛剛邏輯 有沒有 就是那個錢瓜糊 所以錢瓜糊 加一個小魚 所以 我們這邊用這個符號 加這個 然後 加一個小魚好了 這樣就不用邏輯判斷了 然後這邊的話呢 是什麼呢 就是 大魚 加一個後瓜糊 有沒有 就剛剛那個邏輯嘛 然後呢 找到錢瓜糊位置 找到後瓜糊位置 如果 不等於林醫師說有找到的話 所以這個應該不用改 然後呢 就幫我把結果 切割到哪裡呢 切割到b欄裡面去 就ok了 我看一下 這邊不用加1 剛剛有 一樣 然後這邊不用減 這應該不用減1吧 對 ok好 就大功告成 所以你會等於是直接把1511的部分呢直接拿來貼上 貼上 不過像RUN我 給我看一下 剛剛的雲端上其實有放那個 程式在這一段 對應該都沒問題 我不過名稱我變數我是把他放f1f2啦不過其實都一樣 換個名稱而已 不過我這邊有加1 要加1嗎 看一下如果執行結果 不是我們要的我們再來 Change一下 ok 把它這邊執行看看 要加1 要加1 沒錯 因為前面多一個 ok 所以這邊的話 一樣要這個要加1 剛剛好像 然後不要減1而已 其實加1一定要保留 減1的部分 就不用 ok 所以把它執行一下 對有沒有 所以剛剛 程式部分 這個不能去掉 減1就把它去掉 得到的結果就是我們要的 ok 所以你會發現 等於是把剛剛 Sale裡面的公式 整個就套進來 而且跟151 GV模一樣 沒什麼改道 我想這個對各位來說應該也不困難吧 這裡面有什麼地方是 各位看不懂的呢 有嗎 喔 應該沒有啦 我想這程式也夠簡單的 ok 只是說呢 下一階段要把所有的超連結抓出來的話 那就不簡單了 就這個 有沒有 這個部分 這個因為時間的關係喔 等於要下個禮拜再來看 如果有興趣同學可以自己回去看看 最關鍵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這個 Do file Loop 這什麼意思呢 就我剛剛講的邏輯 就是 讓他一直找 找到沒有為止 找到沒有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在那個 電腦裡面幫你找資料 找到沒有為止的話 或者找一篇全文件 像以前我寫全文件 我就用這個方法 有沒有找 某個資料夾裡面所有的檔案的資料 找到我要找的關鍵字 幫我把它帶出來 知道找不到為止 其實就可以用 都換回圈啦 不過這個難度相對比較高 所以留在下個禮拜講 所以今天請各位做 就是第一個 那個 用Eshel公式 第二個的話就VBA 畫面先還給各位 做完一樣 我在Polo上面有開一個作業區 那你就把 今天的這個練習結果 幫我把它傳上去 就等於完成了 今天的這個練習 試一下 好嗎 謝謝你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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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